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人侯赛因披露了一些现场细节,他表示,他曾在另一架直升机上起飞时天气良好,但飞行30分钟后,直升机前方出现一个云团,莱西总统所乘直升机的飞行员发出指令,要求三架直升机上升高度越过云层。 当另外两架直升机越过云层后,发现总统所乘直升机失踪,其中一架直升机返回寻找并呼叫,但无人应答。 由于事先受阻,当时没有找到事故直升机,随后两架直升机在附近地点降落,并通知相关部门。 随后,他们拨打了飞行员手机,直升机上的另一人阿勒哈西姆接听了电话,他表示,自己掉到了山里,感觉非常不舒服,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, 也不知道其他人在什么地方。侯赛因表示,他们知道直升机发生了事故,并且同阿勒哈西姆交谈多次。 他指出,在救援人员找到其他遇难者的遗体后,判断出他们是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死亡。